这阵子一来 刘更宏收取天价广告费的事情引起了热议 说起来相比起过去 刘更宏走红后确实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经济方面直接上升了好几个水准的那种 不过这个钱也并不都是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一来他和背后的公司签约之时 对方就已经开出了比例不小的抽成费用 二来进其他的流量和热度 其实有点走下坡路的意思 为了稳固住流量 他这边也一直在不停歇地搞行销 一天花个几十万买头条这都是尝试了 而这一次内涵他收取广告费 用高的话题之所以上热门 实际上是他的对家在故意搞他 毕竟他爆红以来真的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当下对家打着的主意就是 第一攻击刘更红飘了 一门心思捞快钱 第二内涵他没有规范化赚钱 也就是偷税漏税这块的事 这里提一嘴 大部分的网红和直播间主播 在税务方面都是说不清的 之前直播一几出事那会 有一千多名大网红跟住主动不睡 由此可见这个圈子的乱象 不过刘更红走红的时间还短 这方面不至于有太多的把柄可以被抓到 然后面对这些情况 他的公司也已经下场反黑 为他安排一些正向的通稿了 估计他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